Hello,大家好,我是刘二手 这两天老有一些老哥,尤其是一些新手老哥 刚见妈哥的,就是说问我 说这个蚂蚁搬家,行不行 能不能实现跟成功 我说我见解吧 就是说考虑过蚂蚁搬家这个的呢 老哥们不在少数啊 就是想过这个考蚂蚁搬家这个红蚁的 之前呢,我遇见过一个老哥 他就是在这个妈哥里头 每天他就红够一K,他就收 差不多坚持了一个月吧 到一个月零第三天的时候 他有点那什么呢 就是说觉得每天能红这一K 觉得红的有点少了 因为他真的是做到了每天 红一个K连续红的一个月了 然后他就说我试试能不能一天红两K 就从那天开始就开始黑了黑明了 后来最后把之前红的也黑回去了 最后弄的挺不好的啊 就是最后就是细白了 后来这老哥呢就是瘫痪了 那咱们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 蚂蚁搬家能不能行的是行的啊 就是说你一小伯大 比如说你带个三个W 两个W 你说我一天就红一K 我就不玩 可不可以 这是能做到的啊 就是说 不是 以小伯大不容易在这个MARGO里 但是以大伯小很容易啊 以大伯小很容易 刚才说错了 就是叫以大伯小 是很容易的 所以 你带个几W去 你就说我一天就红了一W 或者红两W 我就不玩了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但是呢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这就得从人这个动物上开始说起了 这俗话说的好啊 这人要没开悟 他老做么事 这人要开了悟了 他就开始做么人了 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呢 就是说 我怎么讲呢 就是说他人无法保持在一个持续的一种状态下 就是 怎么讲呢 就好比说让你今天吃 给你吃炖带鱼 你觉得挺好吃的 连着让你吃三天 你就开始有点腻了 让你连着吃一个月 你见着鱼就想吐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形 就是说今天红一开 明天红一开行都行 但是人要老维持在一个状态上不变 这个人是接受不了的 就是人 他就是这么个动物 就是我跟大家怎么讲呢 就是我跟大家正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咱就说女人来说吧 就比如说这个女人 一个是你喜欢的女人 就是身材相貌 都挺哇塞的 一个是你不喜欢的女人 就比如长得有点丑 你觉得你跟谁能出场了呢 其实你跟谁都出不场 为什么呢 你不要说觉着说我找一个漂亮的女的 我今天我看见她 我就激动 我就那什么 然后我就能爱她一辈子 不是这样的 这个人是你甭管遇到一个你喜欢的 还是你不喜欢的 等你跟她在一块相处时间长了 你都烦了 就是审美疲劳了 你不要说觉着 我跟一个不喜欢的男人在一起 待不了两天 我跟她待不长 我烦她 你就算跟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 但时间长了 你也就麻木了 你也身被疲劳了 所以说人就是这么一个动物 他无法在同一个状态下 维持很长的一个时间 当然有没有能做到 也有 那都是高人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似的 有一个老哥 每天就去妈哥玩异口 然后他那会儿 他是办的商务签 就是在妈哥里头 就玩这一口 这一口推多大呢 推50个W 这一天 甭管是红是黑 就这50个W 就推这一口 他靠什么去维持他的生活呢 你想 他一天 他推一口 是50个W 咱就算是说 你一个月30天 你要准备 咱就算你天天黑面 你就是说 你本金得准备1500个W 当然你也不可能天天黑 对吧 但是呢 他就是说 他怎么挣这个钱呢 就是说 比如说 一个月30天 30天里头 我一天就推一口 那这30天里头 我红了 我红了16天 有14天是黑的 对吧 那是不是我就是 挣了100个W 对吧 就是说 这一个月30天里头 我每天只推一口 咱也甭说50个W什么呢 不说 对 就是50个W 就是说 我只要在30天里头 我红的天数 大于我黑的天数 那是不是我就是正名的 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那个大哥呢 就是 每个月挣50到几百W 不等 然后那个 有时候他挣 最多一次 他挣我上千W 就是 他这个 一个月30天里头 红米尔的天在20天以上 啊 就是 就是 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成功案例啊 后来那个大哥就是 最后就是在妈哥那买了房子 就是靠这个 饭碗 去红米尔的 哇 他就是 他当然人家也有本金啊 后来人家买了房子 就长期靠这个玩 人家都不回来 就就就每天就这么玩 啊 至于现在怎么着呢 我没怎么跟他联系了 但是我知道那会儿 他是这样的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一个打法 啊 这也是一个打法 啊 就是 嗯 你想你可以 如果你没那么多子弹的话 就是 你比如说你带300个W 对吧 你一个月30天 一天比如说你推10个W 这10个W 你甭管是红是黑 你就一天就推这一口 然后 你一个月30天 你要是一个月 你能红16天 黑14天 那你一个月 那你一个月还竞争20个W 这20个W 够你妈个生活一个月 没有 没有问题 绰绰有余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啊 他是这么个玩法 啊 嗯 然后那个 咱再说到那个蚂蚁搬家 蚂蚁搬家 其实就是 嗯 说白了 最后 没坚持下来 就是说你 就是说 咱就说一天红一开 就收手 能不能做到 很容易做到 你要带个两三个W 一天红一开 那是没有问题的 啊 很容易做到 然后 问题出在哪 问题就是出在你 坚持个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候 你每天你不满 都只红这一个K 一开了 就是说你的欲望 被扩大了 说白了 最后 就是输在自己的贪婪上 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正能做到 我一天红一开 就要收手 而且持之以恒 啊 长年累月呢 能这么做到 那真的没有问题的 难就是难在 这个人的胃口 啊 这是人性 这个人很难改变 就是这是人性 就跟我之前说到的似的 说你遇到一个再好看的女生 你时间长的 你也烦了 你不要觉得说 你遇到一个难看的女的 你跟她在一起 你时间长的 你烦 就是你再喜欢再好看的 时间长的 你也烦了 所以这就是人性 啊 这个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 在妈格都输在人性上 就是这样的 一个是贪婪 啊 一天红一开 时间长了 你觉得想红的更多 我一天红两开 我一天红五开 不更好吗 啊 这个贪婪 导致自己的计划 慢慢接触 然后就是人性 啊 人很难在同一种状态下 维持很长时间 这很难的 不是说没有人能做到 有 但是大多数人做不到 啊 所以这个 这个还要大家因人而异 量力而行 好吧 今天这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这个是我对蚂蚁搬家 这个 一点让个人看吧 有人能做到 但那都是真的特别高的高人 定力很足 但是就是说 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 尤其是年轻人 二三十岁的人 很难 很难 我说的那位大哥 人家都五十往上了 都我见着的时候 现在可能都得六十多 所以说这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 好吧 今天视频就说这么多 拜拜